第三题的话,请列出Linux系统下常用的几种文件系统格式,并比较各自的特点。 这里的话,我就想问大家谁还记得怎么去查Linux系统,就我们CentralOS知识哪几种文件系统格式怎么查。 有人知道吗?unin-r有这么一段关键字,对吧? 好,我实在想不起来那个文件奖了,所以我用Find。 Find,然后从根下面开始找,-type-d,然后-lan,把它复制进去,然后直接回车。 好像已经看到了,好像应该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内核的什么意思。 好,那我就LS,Live,MODU,然后在后面是有看一下,EST2,还有我们的XFS,这是网络的,EST3,EST4,还有FAT都有,这是默认支持。 如果哪天你也不记得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记住一些关键的地方,对吧? 这个就是-unin-r就取出来了。 所以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去背的。 只要你不记得,就去想办法把它取出来就好了。 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大家不要学我啊。 这是他,呃,产见支持的,但是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另外去安装。 我经常插百度的。 这是网页太大了吧。 我查关键字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这样查,先在前面加一个另一个词,大家现在不要跟我一起查,等我查完再查。 另一个词,后面再根据我们要查的内容,比如说文件,呃,文件系统。 类型,就有了,中间加一个空格是最好的,因为好多时候你不加的那种。 就看第一个吧。 诶,这里就有了。 EST,EST好像说是之前第一个专门位,另一个是文件系统类型设置的,所以叫扩展文件系统。 EST2就是在EST上面的基础上去更改。 然后,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就是适合大量小文件的就是这个系统。 英文怎么念的,我忘记了。 原谅我,英文很low很low。 高的。 然后,我们的什么EST2,这个是不带日志的,对吧? 它的效率也高。 再,然后就EST3,EST4,EST3跟EST4都是带日志的。 EST3。 少了个T啊。 。 AustralianEat3跟 địa74都是带日志的文件系统。 所以, 比较安全。 也可以,呃。 应该主要是安全,吗? Kane screenQueVP样듈即是一 tongue 这上面还有很多。 然后,这个是我只记得,它是连椅系统。 常见的就这些 其他的什么NFS 后面我们会学到 还有些其他的 你大家现在没有必要去掌握 就有的时候你感兴趣 你就可以拓展一下 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都是属于那种了解就行了 了解就行了 我就这样记得 有的时候就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故事一样 记住 反正以后经常也能查查资料什么 多查两次 说不定你就记住了 这就是我们能常见的一些文件系统格式 然后第四题 第四题的话 在Ninx下面给英特尔82571网卡 这是一个网卡的型号 第一个口配置IP网关和增加路由 然后要求是IP是101010.10 四个要领 网关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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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后我们先来增加IP吧 因为一旦改IP的话 CRT连不上了 所以我就在 在这里面搞了 改IP有一个临时的办法 哎 我收购好烦呢 我对 看一下我们题目要求IP改多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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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个24就行了 回车 然后再来看一下IP eth0 看到吗 这时候已经改成了10.4.10 但是这是零时生下的 只要一重启 它还会 因为只要重启的时候 它网卡的配置文件 肯定会再重新执行 对不对 重新执行的时候 如果它是配置文件里面去 这个就是改IP 好像还有其他的办法 对吧 其他的 我不太熟 我就对这一条 就叫熟 所以就不给大家试验 然后再说一下后面 网关 网关改成10.10.10.1 网关 专门改网关的命令是root root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写个rootadd 然后add 然后我们只是网关 所以gw好像就可以了 再介绍我们想改的 10.10.10.1 对吧 回车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记得这是初始值的英文难词 默认默认 这样的话就没报错了 然后root刚刚看到了吗 这里就已经改了 之前这里应该是 它的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网段是多少 不用看那边 看这里应该就可以了 它之前应该是192 168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能蓄积网关是什么.2 点2 那我告诉他 以前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 看到吗 在这里可以改的 有很多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装安装讯息软件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 1被它占了 所以你不能再改成1 你要么就把它改成别的 然后把它改 把网关改成1 这也是可以的 反正这些东西 一切都是 一切问题都是有原因的 我只能这么说 那客户端到目的地 中间要经过好几个路由器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它中间要走哪些路 我们就需要去添加一条路由 告诉他 你去了目的地 它的下一个站点是哪 所以我们管这个叫静态路由 这个经常配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的人 应该很清楚 基本上它的格式就是 你去往目的地的IP段 然后后面再跟上 你从下一条的出口 你从哪个出口出去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路由 给它指路 你下一站该去哪 到了那里 然后那就是它的事情 到了下一站之后 下一站又会有一个静态路由 然后又告诉你下一站怎么走 然后再依此利推 一直到目的地 哪怕你中间 经过路由器再多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站一站一站的 一直到目的地 这就是静态路由 说到如果可能不专业的话 大家原谅我是一个野路子 网络这一块我真的是个野路 只要能看到这么多就够了 然后它的格式 其实跟刚才这个差不多 如果记不住的话 一样的看帮助 root add 后面再跟上 nate 然后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192.168.0.0 写杠 24 要不你就你不想写2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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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车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刚才网上这里看的时候 还只有两条 现在有三条的 对吧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们刚添加了 你要去192.168.0.0网段 你就得从腰的上面 规定的你要去哪个网段的 就是未知的 未知的 它只要不是这上面的 它就告诉你 你要去默认的网关 10.10.10.1 这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 访问外网一样 当你访问的IP不是局域网的 它就默认理解成是4个0 然后这时候就把你的包丢给网关 网关再去查 它也不知道 它上面还有网关 就会再往上一层去丢 一直丢到运营商那边 运营商再往上丢 默认 如果你想把它们都隔离开的话 你就可以不指定网关 每个人只指定一个IP 加直网研码 也是可以相互通讯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试验一下 开两个讯息 你不填网关 只填IP直网研码 照样拼得通 但是你得保证 它们都在同一个网段 好 这个就简单的提一下 这道题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还得把它还原回来 不然的话没办法 后面再继续下去了 刚是演示了怎么增加默认路由 再来一个怎么删它的 就把刚才的完全照搬 然后这里改成D2 删掉 短 OK 然后还得把它的网关改回来 我们刚才有个Default 对这里 192.168.33.2 因为设计设置的是2 所以得改回来 你要改IP吗 再加了这里加一个刚内的试一下 不行 那我就先改IP Eef Config 这些都是 Eef Windows玩的多了 以前是做网管的 所以Windows玩的特别多 ETH0130 33.130 然后再去改网关 真的是这样 Root刚刚又学到一招 好 这时候就改对了 应该是可以拼通外网了 我们试一下 RootRoot能够命令 大家也可以去把它总结一下 然后第五题 请详细描述DNS的解析过程 以请求百度为例 这个的话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需要DNS 在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网络在设计之初 它就规划了一套IP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 那时候 他们相互访问 都是通过IP去访问的 然后就算你搭了一个网站 提供了agtp服务 你也是通过IP去访问的 后来互联网发展太快了 某一个人都用IP 你脑海里面去想看片什么的 你得去记录它的IP 一串很长的数字 回车 你才能去访问 你想去聊天 或者去什么其他的一些看小说的网站 或者什么玩游戏的网站 你都得去记它的IP 太繁琐了 所以这时候 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能不能把这个IP变得简单一点呢 给它做个别名呢 这时候就有人去搭了一个服务 管它叫DNS 域名解析这样的一个服务 你只要输入域名 丢给我 我就告诉你它的IP是多少 然后这时候就用到了DNS域名解析服务器 当时是世界上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 后面再往下有具体的什么.com .org .cn .net 甚至更多更多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国内有一些网站是什么 .com.cn的 应该有吧 3w.什么 不知道什么 我记得 一级域名下面.com是它的二级域名 然后再加上这个 那差不多这已经是三级域名了 只要你看到是.com.cn的 都是二级域名 都是.cn的二级域名 如果有错误 大家可以课后找我跟我聊一聊 感谢大家一起去交流 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也是错的 我也需要不断的去改 把人猜出血浅 这个就是简单的提一下 这时候有了DNS服务器之后 我们要访问网站就很简单了 我们只要记住它的域名就好了 每次当你记住那个域名之后 你就直接在浏览器里网站打不开 但是可能QQ能上就是网站打不开 你拼具体的IP也能拼得通 但是你拼某一个域名它就拼不通了 因为这玩意儿你不给它指定 它就是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懒一点 就直接自动获取 但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地址 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DNS是多少 你看 网上丢 一级找一级 一直往上找 这时候 如果我们每次查一个域名 都得经过这么一趟的话 好多时候发现效率好慢了 打开过网站 每次都得等 没效率啊 怎么办 好 然后就在本地 后来就有个机制 我可不可以在本地加一个缓存呢 这就有了第一年是缓存 我已经解析过的网站 我再解析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了 因为有缓存 一查就 这是不刚解析过吗 所以你第一次打开个网站比较慢的话 第二次再打开的话 它的速度就很快了 就像我们点刷新一样 很快就刷出来了 不会说再等很长时间 这个 Windows的DNS缓存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就是CMD 然后 IP config 我也不记得那个命令 所以 查帮助 标记 然后把它复制粘贴 大家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我们做运维的 一定要慎重 好 你看这有很多了 哎 百度 又是百度 百度 手机.com.cn 刚才我们是不是主要打开的这两个网站 你看这还有一天天点org 有的可能是他读的后世的文件里面的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后世的文件 后世的文件 一集一集找吧 Windows下面的 Windows下面里面有个 System32 在这里面 然后有一个D开导的driver ETC下面 你看 Windows下面也有ETC 一个Zenpol.com 对吧 就为这里配置了 然后一天天 这里都是配置了 所以 它除了我们 浏览器里面有的 也会同时读这个文件 所以 当我们解析的流程就是 它会优先读 后世的文件和缓存 这两个好像差不多是同时读取的 优先级的话 可能后世的文件应该会稍微优先一点点 反正缓存线它也读 后世的文件它也读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 它会列表 然后这个东西 每次一重新重启系统啊 或者什么的 就会清空的 所以每次我们只要重新打开网站的 就是只要充起了系统 这些东西都没了 会自动清空的 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Windows的查缓存的 另一个是应该也可以查 只是我还不太了解 如果谁知道的话 课后可以告诉我 我会很感谢你 死好死坏 我们还是用国内阿里的吧 223.5 当然这里也可以用自己的网关的 然后解析一下百度 3w.百度 点抗 回车 好快啊 39秒就解析完了 少了一个参数 trace 我们管这个叫追踪 不然的话也是看不到过程的 看到吗 root.savers 刚才root.savers 就是世界上国内的吧 国内百度自己达的 就是国内百度自己达的地链式服务器 然后他把地链式里面的设置的上游地链式就设置上面 设置上面这些 可能设置了其中几台 然后这都是百度自己达的地链式服务器 然后一直在往下找 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 C name 这就是他的叫什么 别名 也也我们也管这个地址 这里面会存他的A记录吗 应该会的 所以我们也管这个有不同标志的 就这一条 有的地方这里是一个A记录 这里它是C name 反正关于这三W点百度 就会找到他的 一级一级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解析流程 再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老师的那本书 112页吧 网络里面 HTTP里面 4.1.2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看过了 再说一下下面的第六题 请描述TCP四次断联过程 四次断联过程 是不是还得讲断联 但是我之前研究 那个TCP当谱抓包的时候 我只会抓到握手的包 我就从来没抓过四次挥手的包 我觉得 我在在线等啊 发一下那个三次握手的图 OKOK 好快啊 好剩下的不要花了 我妈妈 我要 我看了 我来说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